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呢我会同时更新两个视频 一个是之前承诺过的新首相的一个基本的指导视频 另外一个呢是今天更新的关于1.15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我会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官网的一个信息 那么这个视频呢我们先来说1.15有哪些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些关键的信息 首先呢1.15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改动是工会boss的一个血量 那么工会boss在以后我们打完了把他的血量打为0了之后呢 其他的玩家依然可以继续打 然后在工会boss更新了之后我们依然可以获得两个宝箱 也就是说我们不再限定于比如像目前终极噩梦只能有15个人 非常准确的控制伤害之后 然后15个人能获得两个宝箱顺利把它打完 如果有人多打可能现在我们就有人就拿不到最高等级的宝箱了 但是更新以后就是一个工会30个人一起打终极噩梦boss的话也是可以的 这样每个人同样能够获得最高等级的宝箱 两个不会影响到获得宝箱的一个人数 那么这个改动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所有战力比较高的玩家都集中在一个工会里 这样的话会把所有难度都能够顺利的打通 能够拿箱子的数量也会增多 另外一个改动就是等级会得到增加 也就我之前说过的玩家的等级会到100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给予相应的一个奖励 比如说65 70 75 80 这样的每个等级都会有一个奖励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总的能量数依然是130 不会增加 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 第三个是增加了新的竞技场的一个锦标赛 那么这个锦标赛呢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1.15更新之后不会马上的一个实行 那么可能会在之后通过小的维护或者小补丁的方式逐渐的加入进去 那么这个新的锦标赛呢是在计算盛场的次数来进行了一个锦标赛 官方目前也没有还是没有给出具体的这个锦标赛 究竟是几为几这样一个形式 它的一个确定下来的一个方案 它也只是预告了一下 所以1.15到来以后呢 可能会有一个新的锦标赛的界面 但是不一定会有实装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会增加锦标赛的一些限制条件 比如说我们目前的龙地下城会巨人地下城锦标赛 我们目前就随便用什么样的阵容只要达到相应的积分 通过掉落不同的装备达到积分 我们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 同时和别的玩家进行一个竞技排名 但是新的版本更新以后 它可能会设置一些比较有障碍性的 或者有挑战性的这么一些条件吧 让更多的玩家呢需要选择 需要有针对性的搭配队伍来进行一个锦标赛 比如说一个龙锦标赛 它有可能要求你这个龙锦标赛只能用稀有英雄 或者只能用史诗英雄 或者只能用传说英雄这样的条件去参加这个锦标赛 这样的队伍打出来的装备才会计算积分 同样的也有可能说 比如说你只能用某个阵营的英雄 去参加这一次的龙或者巨人锦标赛 你才能获得积分 这样的积分才能计算进排名 才能获得奖励 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些有条件的改动呢 其实它我个人感觉是和阵营战相对应的 因为毕竟阵营战我们练了很多很多 平时可能用不上的一些英雄 为了仅仅是为了阵营战来进行六星六十级的升级 所以加入了这些条件的锦标赛呢 可以更多的让我们这些升级的英雄 能够得到有效的使用 同时如果卡池比较深 然后升了很多六十级的玩家呢 也会更好的应对这样的锦标赛 接下来呢是英雄的一些调整 这些调整呢其实是做一些简单的修正 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就是骷髅领主的一个调整 那么我也是切换了这个英文版本之后才找到相应的信息 那比如说这个骷髅领主 他这个降低敌方的最大生命值的话 现在是在护盾的状态下也可以直接降低 就是说敌人有护盾也照样的可以使用 另外一个是扶山的 比如说他的一技能现在没有血 他的伤害是基于什么样 比如说基于攻击或基于防御 到时候也会补上 那么另外的比如说 下边的一些技能呢 他进行了一个改动 就是说他的计算方式是叠成而不是叠加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最近比较火热的勇者 李奇托夫这个英雄 他的这个三技能因为会根据毒的数量进行一个增加 他的一个伤害值 特别是暴击伤害值 那么这个暴击伤害值的计算呢不是叠加 比如说他增加到百分之百 他不是说比如你原来有百分之一百五的暴伤 增加百分百就是变成百分之二百五十 不是这样算的 那么改进了之后就变成一个叠成 比如说增加了百分百 你如果原先是百分之一百五的一个暴伤的话 他会再乘一百分百 然后再加上原来数值就计算方式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化 其实也就是说你暴伤越高的话 那么更新了之后你获得伤害会更大 比如说你是百分之两百的暴伤 那么在勇者里奇托夫这个技能最高增加了百分之百的情况下 你就会达到百分之四百的暴伤 因为是一个叠成的关系 所以他的一个基础值越大 他最后沉下来的结果也就会越大 简单来说 这些英雄都做了一个比较更加细化的一个描述和说明 同时他的技能也更加准确的告诉我们 究竟是叠成还是叠加 那么最后一个比较大改动 就是在这个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锁定英雄 那么在酒馆里防止不小心吃错英雄 或者是你想锁英雄的时候 以前还要点回这个这个英雄界面 然后进行锁英雄比较麻烦 同时在你吃掉的时候还会进行一个提示 说你这个英雄是一个合成材料 你是否还要确认要吃掉它 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改进 同时还会优化一些AI的一些设定 那么无论是在副本里还是你英雄的一个使用上 都会有一个在技能选择释放上会有一个优化 但它没有具体说明是谁 那么以下就是这一次改动的1.15版本的一个前瞻的所有的内容 那么这个放出来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工会boss的一个变动 那么工会boss目前是一个无限血量之后呢 它究竟会不会变色 据我收到的消息 大概率它还是会变色的 只是说在打完了所有伤害之后其他人还可以继续打 还能继续获得宝箱 这样就保证了所有人能够集中在一个工会 能够打尽可能多的一个boss 这样的话也比较有利于玩家的一个集中 而不是分散在所有的工会 也不用控制这样一个工会的伤害量了 那么这就这一次的1.15版本的所有内容 如果我有什么遗漏或者你想要补充的地方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视频的话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